落选南篮世界杯后,郭艾伦一个行为正式摊牌回应 球迷心塞,乔帅,看懂了 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南篮 聊聊咱们南篮世界杯 那么这一次郭艾伦个人在被曝光落选之后 他的一个行为上的摊牌回应 而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郭艾伦的亮相 也是让广大球迷在欣喜的同时有一些心塞 那么也是让咱们中国南篮国家队的主教练乔尔杰维奇 能够去看明白 未来咱们中国南篮也依然会有着郭艾伦他的一席之地 那么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南篮 更多喜欢郭艾伦的球迷朋友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一起和大家聊聊中国南篮 聊聊郭艾伦最新的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目前咱们中国南篮是处在了一个休整的阶段 而在6月底的话 咱们南篮将会去正式开启集训去为了备战8月份的这样一个世界杯的比赛 这一次比赛呢对于南篮队伍也是至关重要 因为前期中国南篮在上一次世界杯当中表现比较惨淡 而且当时呢南篮也是由于糟糕的成绩 那么也是没有入围到奥运会当中 所以说本期中国南篮也是有着一个长远的目标 而这一次的世界杯就是检验咱们南篮最终成果的这样一个舞台 所以说面对着这样的比赛 那么蓝鞋方面也是希望乔尔杰维奇能够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南篮幻发新的面貌能够给出一份满意答卷 当然就在本次比赛正式打响之前 在中国南篮其他人员名单并没有曝光的情况之下 其实关于郭艾伦可能已经有了定性 因为近期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大咖都已经去纷纷的透露和曝光 郭艾伦个人是无缘本次南篮世界杯的比赛 像咱们国内的著名大咖杨逸 他也是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 郭艾伦落选南篮世界杯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确实第一时间让球迷感觉到比较意外 因为郭艾伦实力也是比较在线对吧 那么他也是为中国南篮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现在郭艾伦落选了中国南篮 那么他的心情又是怎么样 他又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呢 实际上在不久之前 郭艾伦也是通过了场下的一个行为 也是摊排了个人的态度 也是让咱们球迷更加心塞 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在不久之前 郭艾伦是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个视频 视频当中我们看到郭艾伦是去接激他的一直去虫粉的偶像 印尼小胖 那么在视频里 郭艾伦也是非常开心 非常惊喜 也是一直相当的喜悦 在视频里 大家看到他也是非常开心的和印尼小胖去互动 可以说也是表达了个人非常喜悦的心情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细节也就证明啊 目前郭艾伦无论场内场外的一些事情都没有干扰到他 那么他还是保持着非常平和 非常平淡的一种心情去面对每一天 所以呢 通过这样一个细节 也算是郭艾伦去回应了自己落选国家队之后相关的一些态度 那么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虽然说也证明了郭艾伦他的大度 他能够为国家队去付出任何一切 但是呢 也是让咱们广大球迷比较心塞 毕竟我们看到郭艾伦落选之后 大家心情也比较复杂 而另外一个方面通过郭艾伦这样一个行为 其实也能够让乔尔杰维奇去看懂 让他能够去理解到郭艾伦作为南兰国家队队员 当国家南兰做出最终决定之后 无论结果如何 郭艾伦一定都会坦然接受 他也一定时刻准备着随时去再度来到中国南兰这样一个团队 能够去帮助团队在比赛当中打出更好的表现 所以未来无论什么情形 我相信郭艾伦在中国南兰一定会长久的占据一席之地 南兰团队 蓝鞋 包括咱们球迷也一定不会忘记他过往帮助中国南兰所做出的重重贡献 那么最后我们也是一起祝福中国南兰一起去支持郭艾伦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聊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求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点点关注 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讨论 体育西线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